1.多读英文原版书 阅读英文原版书可以让你积累词汇 学习语法和语音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方法 例如你可以读一些适合自己阅读水平的书 并且试着理解书中的内容 如果遇到难词可以使用字典查照 阅读可以帮助你提高语感 并且你可以通过阅读书中的句子结构和语法来提高语法知识 2.多听英语广播电台 听力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使用电台或广播以提高语音语调 例如你可以收听BBC或NPR等英语电台 或者看看有声读物 听力练习可以帮助你学习语音语调 并且可以加深对语法的理解 3.观看英语电影 看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提高语音和语法 例如你可以选择英语字幕版电影 以便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和对话 看电影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并且还可以增加语言知识 4.记录生词 记录生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它可以帮助你积累词汇 例如你可以在阅读听力练习过程中记录生词 然后通过字典或词汇书等 资源查询它们的定义和用法 通过不断记录生词 你可以逐渐积累词汇 并且更好地理解语言 5.加入英语学习小组 加入一个英语学习小组是 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与其他学习者一起练习语言 例如你可以加入一个英语角 或者与其他学习者一起练习口语 加入学习小组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增加语言知识 6.对话练习 对话练习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提高语言能力 例如你可以找到一个语言伙伴 或者使用语音聊天软件与他人对话 对话练习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增加语言知识 7.写英语日记 写英语日记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练习语法和语言表达能力 例如你可以每天写一篇日记 描述当天的经历和想法 写日记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增加语言知识 8.看英语电影 看英语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和提高听力能力 例如你可以选择使用英语字幕或英语配音 通过看英语电影你可以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了解英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9.试着使用英语做事 试着使用英语做事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例如你可以试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 或者试着阅读英语书籍 通过试着使用英语做事你可以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提高语言能力 10.注意语音 注意语音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你提高语音语调 例如你可以试着模仿语音 或者使用语音训练软件练习语音 注意语音可以帮助你练习语言 并且可以提高语言能力 总的来说这10个小妙招 能够帮助你提高英语水平 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你多练习语言 并且增加语言知识 通过练习你可以逐渐提高语言能力 提升听力语法和词汇知识 它们也可以帮助你提高语音语调 拓展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了解 正确的方法恒心努力练习和积极态度都是 提高英语水平的重要因素 记住学习语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持续不断的练习和学习 你一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感谢观看